大家好,我是Winnie。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 盐症按摩的脚部按摩。 在我们的脚底里, 其实部门了很多神经末端。 透过脚底按摩, 我们可以很有效地 使身体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 如果有失眠或者痛症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脚底按摩 去舒缓以上的状况 以下我们就会示范脚底按摩 现在我会为大家示范一个 躺在这里做的脚步按摩 我们先介绍一下位置 我们让接受按摩的朋友 舒适地躺在床上 需要的时候 可以在膝蓋下面 沾一个卷起的毛巾 让对方可以更加放松地躺在床上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按摩 我们轻轻地将双手 放在对方的脚趾尖前面 然后慢慢双手 向膝蓋的方向 掃上去 我们做几下暖身的动作 我们做几下暖身的动作 它皮肤的温度是暖还是冷的呢 肌肉和皮肤是放松还是绵紧的呢 在膝蓋的位置 我们可以稍稍停顿 用我们的掌心 覆盖着膝蓋 慢慢地打圈 慢慢地打圈 我们透过缓慢的打圈速度 让对方慢下来 开始放松 然后我们可以先从一边脚开始 做几下暖身的动作 做几下暖身的动作 去到指尖 可以稍作停顿 让指尖感受到一些温暖 然后我们用掌心 可以在小腿的位置 弯弯地打圈 我们做完两边之后 可以做单边 另一只手就承托着对方的脚板底 换手再做另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圈 en 转发 打圈 不加在双手沿着脚方的位置 慢慢地打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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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脚底的位置慢慢打圈 下一個動作, 我們去到腳趾根的位置 用我們的手指頭慢慢沿著腳趾向上打圈 然後再由腳趾的根部慢慢掃上去 完成之後可以稍作停頓 再由另一隻腳趾重複這個動作 再由耳朵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了之后 我们可以做几下三文字的动作 让脚部感受温暖 接着 我们可以用两个大拇指 我们重复做多一次 我们可以用两个大拇指 完成之后 我们都是以三文字的动作 去做一个连接 之后我们做几下 开始做过的暖身动作 准备完成这一只脚的按摩 结束之前 我们做三文字的动作 在脚尖和脚底稍作停顿 做几下的深呼吸 然后 双手慢慢离开 我们可以慢慢连接到另一只脚 开始为另一只脚做按摩 我们的脚尖和脚底稍作 我们用掌心 可以在小腿的位置 弯弯地打圈 现在我双手沿着脚眼的位置 慢慢地打圈 现在我用掌心 慢慢沿着脚指尖的位置 扫着脚眼的位置 再慢慢上来 重复 扫着脚眼的位置 扫着脚声 然后我们将双手慢慢移动到脚底的位置 我们用我们的掌心和带帽子 在脚底的位置慢慢打圈 下一个动作 我们去到脚趾根的位置 用我们的手指头 慢慢沿着脚趾向上打圈 由脚趾的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在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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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用两个大拇指 在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在脚趾根部向上移动 我们重复做多一次 在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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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做几下三文字的动作 让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让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在脚趾根部慢慢地扫上去 我们完成了一份脚趾根部 用同样的速度、时间和力度 但是在癌症按摩来说 我们可以接受到两边有不同的程度 力度、时间和幅度 而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以我们在癌症按摩来说 我们可以接受到左边和右边 我们用的力度、时间和按摩的范围 都可以稍作适当的调整 去配合身体的需要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